现在的美国总统是拜登 所以拜登的内政外交特别重要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值得关注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美国 西雅图、波特兰都有数百名示威者上街 优行示威 表达他们对拜登上台后呼吁团结的愤怒 波特兰的示威者带着反法西斯 也就是安提法这个标子 扛着我们不要败的 我们要复仇的巨型标语 并且有至少两百名示威者 情绪非常激动的 都是年轻人 从今破坏了波特兰的移民海关执行局的建筑 西雅图的示威者 还破坏了无数的商家门面 其中包括星巴克创始店 还有的呢 到了这个民主党办公的地点 网上都有很多录像 很多图片 那个情景就像经历了一场小熊战争 那可见 这个是明显的暴力活动 但是 这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拜登公开的表达 这个意见 今天 好消息来了 也就是拜登 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 第一次表态 就是西雅图 波特兰 左翼组织 是山东的这场暴乱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这个消息发表在自由时报 今天海外 这个网站 转载的 海外万维网 转载 也就通过这个 白宫新闻秘书 叫 沙奇 通过沙奇 他这个 发表了这个消息 他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 谴责民众在波特兰 西雅图示威抗议式暴力行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所有的地方 你凡是暴力 都是犯法了 据这个 叫 福斯新闻记者 他报道 在白宫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 沙奇 有人向沙奇提问 就是拜登总统 没成为总统之前 便谴责极左 极右 分子引发的暴乱 为什么在他就职以后 我们还没有听到 他对波特兰和西北太平洋 沿岸所发生的暴力 有明确的表示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代表性 我也挺关注 沙奇回答了 这一次很清晰 他说我在此 替拜登总统表示 总统严正谴责暴力 和平抗议是我们民主的基石 说砸窗 这个截掠 这个物品啊 这些东西啊 绝非抗议 这些行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任何犯罪者都应当被起诉 这就等于说 1月6号冲击国会那个事儿 那是川粉为主的 这个像安提法 其实你即使支持拜登 或者反对拜登 都无所谓 都要定性为 这个是犯罪行为 这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这是今天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 也就是现在 这个整个美国啊 人事更迭 已经有些着陆了 特别是谁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结掌国务卿 国务卿换了人了 现在已经是正式的 任命了 任命都要经过这个美国的参议院高票通过 现在这个人已经通过了 就布林肯将正式接掌国务院 这是大佬啊 非常重要 这个人是这样的形象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长得是这样 啊 比较勤奏 这个给他介绍介绍这笔政要 美国参议院是今天 以这个投票的时候 多数票啊 通过了布林肯 作为国务院的人事案 是第四位提名或批准的 拜公内阁成员 因为内阁成员 你提外一个人 参议院 众议院要讨论的 对吧 所以这个他上台之后 预料将兑现 听证会期间的承诺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扩大台湾的国际参议 那么参议院投票结果是多少呢 78票赞成 22票反对 通过了这个布林肯的这个任命 他是继国家情报总监 海恩斯 国防部的奥斯蒂 奥斯蒂就是那位黑人 他已经通过了 财政部长叶伦 这是第四位提名 或参与 统一的总理 就是总统拜登的内阁官员 很重要很重要 包括昨天 财政部通过的叶伦 要想做生意 这个人的出台的政策 那是必不可少要研究的 现年59岁的布林肯 外交资历丰富 他跟在拜登的身边 20年了 你想拜登是47年 公务员 老館厂 游子 他也是館厂游子 20年 是拜登最贴身的幕僚之一 也就拜登为什么 你看 这个 动不动 讲话 还有时候 这个大壳碎 但是为什么民主党 用户的 因为他是个象征 他下面有人 打脱了这些小兄弟 说这个人 2009年 拜登以副总统 执资首度进入白宫 那时候他是总统的奥巴马 他就布林肯 担任他的国安顾问 长达四年 而后又出任国务 副国务卿 并曾经在2015年 与国务院内接待 当时以民进党总统 先参选人身份 访美的蔡英文 他说蔡英文见过面 你想 这个很重要 如果那时候 他对蔡英文印象好的话 那对美台关系 这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保证了 这个难怪 这个蔡英文很精明 拜登一杀了 他马上打电报速 可见他的消息还是准确 比我们 这些人要准确得多 主则外交事务的国务院 是与台湾最息息相关的 美国联邦机构 从布林肯 在1月19日出席参与 委员会听证会的证词研判 他上任后 应当会延续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不仅将致力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也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我们知道 彭菲奥在上任前 曾经有过大的动作 让美国驻联会国 克拉夫特要访问台湾 这个事给习近平为首 中共气的要命 这跳脚 我朋友还放了一炮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简直把老共气得吐血 这后来忽然间又取消 他们这个外事活动了 现在回想 和这个观点没有关系 卸任的和以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什么呢 这个当时就流传说 这彭菲奥在考虑到自己 到欧洲去 据说欧洲那小伙都不愿见的 因为你马上是临穷末完了 马上要下去 谁都不愿见 你要说如果自己 取消这一个 说不好看了 免得找 我们俩这两个外事活动 都一起停了算了 翻了也没几天了 我估计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布林肯 这一次在这个 这个公开场上讲到了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坚定其长期跨越党派 你看 这样给中共添一添 列入台湾关系法纪 美中公报 而承诺的一部分 就是确保台湾有能力 抵抗外来侵略自我防卫 他强调 拜登政府绝对会持续这些承诺 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 谈到台湾的国际参与 这个布林肯他也说了 他希望看到台湾 在世界各地扮演更大的角色 包括在国际组织中 他说在很多方面来说 这是个民主的典范 强健经济体育高科技重镇 这三个特点 一个是他在民主政治 在大陆最怕的不是什么态度 他就是为了诋毁蔡英文 他们实际是怕民主 因为中国老百姓去旅游 看了台湾挺好 人家新闻自由 动不动党就换了 能不能在大陆也推广 让习近平下去 习近平害怕是这个 强健的经济 这一点不用讲了 你看人家台积电多烈 人家经济发展多好 现在 而且防疫防得最好 习近平心想 如果把它拿下来以后 新片用不完 那不就实际老大了 进行好事 所以美国也不许放弃 你看他说 而且他强调什么 他们应对2019冠中疾病的方式 也很多能给我们做出榜样 就这个意思 但这篇文章 给这句话翻译的比较笨 疫情的方式 也有很多能教我们的 就是要想翻好 比两种语言都很好 这个这篇文章长讲 针对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有参议院在听证会上询问 布林肯 如果中共犯台 是否会付出代价 他当时宣布 北京诺这样做 会是一场严重的错误 习近平现在正在迈向 这个错误的道路 习近平摩拳擦掌 带领这个 这一般张又霞的 李作成这些人 现在都聊不得了 要武统台湾 看看下一步真要干的话 你看碰成什么样 北京今年的加大压迫 香港与新疆的力度 这个布林肯在听证会中也表示 并坦诚 中国无疑是为美国利益 带来最大挑战的国家 他也这样认定 布林肯最后说 他赞同前国务卿蓬佩奥 将中国对新疆威脸处的打烊 认定为种族灭绝 他也批评中国在香港 实施国安法压制媒体 与港人言论 集会自由 并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收容部分 必须逃离香港的民族抗争者 你看他在这方面 人权施压 民主这些问题上 没有什么分歧 所以习近平不要存在欢喜 如果一旦就是说 这是在台海比试比试的话 将招致共产极权统治的总结 那么今天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